高雄市乾津區的第一公有市場 是許多婆婆媽媽買菜聊天的好去處 只是竟然市場看起來空空蕩蕩 該出現的買菜人潮都不見了 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竟然出現檢舉魔人 不只瘋狂檢舉臨庭 還通知警方到現場取締 但來買菜臨庭的民眾荷包大失血 不敢再來市場關聯消費 這樣收年而已 後來把我們協商罰600塊 剛才停的剛才買而已 警察就來管了 人家都走的走 走出去買快把車開走 有的都走到他媽媽要拔桌 警察都來檢查 我們都不需要停車 都不需要來 因為這裡都不好停車 民眾來這邊買個菜 說不定一兩分鐘就走了 然後檢舉民眾 檢舉達人打電話 警察就來趕 造成生意一落千丈 每天每天的再減少 沒有人潮就沒有生意 挨過疫情風暴的湯商 又碰到檢舉某人的瘋狂檢舉 聲音一落千丈 不滿情緒終於爆發 怒吼真的事實在能活不下去 因為我們這次菜市場 本來就要給我們方便 給客人方便 不然傳統市場越來越沒落了 怎麼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執法不外乎情理法 里長便建議比照學校上下課模式 開放市場林庭時段 避免民怨擴大 就是希望這邊跟學校一樣 幾點到幾點可以開放停車 時間一到我們就是不管了嘛 兩點因為學校就是七點到八點多 有一個紅線零零的部分 就是類似比照學校的方式去做處理 執法的目的在於保障守法民眾 避免遭受違法者的傷害 但若是太過偏激過度執法 失去原先善意而產生的不良後遺症 恐怕不是在人所樂見的 記者上市民高雄報導